大家好,今天做炒桂花素翅 这个菜好像很复杂 通常都是在酒楼才能吃到 但其实做法很简单 在家里也很容易炒到 这个是素翅,所以更加不会杀生 我的频道除了讲素食之外 还有讲自闭症的话题 间中还有淘宝开箱 请你免费订阅和分享给你的朋友 我是素后仔妈咪 这里是材料,你可以截图慢慢看 银芽买了回来 请客也要收拾一下 有些尾及筋的就做好 有些牙也要撕掉 但如果自己吃不介意 也可以不收拾 筋和牙都没那么爽口 所以如果收拾了就会更好吃 糖芹切粒 要一小棵就可以了 狗黄2-3条就可以了 留一块叶就做装饰了 另外蛋呢 我需要两只黄1个白 如果我不想弄1个白 不知道我来做什么 你可以用它 好了,切完材料了 鲍鱼翅 其实用了水沖沖就可以了 这些芽菜呢 我就想炒一炒它 等它没了草车味 你喜欢可以用滚水滤 用滚水滤 用滚水滤 用滚水滤也可以 我炒一炒它也会比较快 那种味道有草车味道 已经可以了 滚出来 即是滚水滤出来 很快 那就滚了 然后拿出来 下油 烧滚油 酥鱼翅 用中大火 先散开 很快就调味了 你可以加少许盐 糖 胡椒粉 调一调味 可以加一些素的鱼露 或者素鸡粉 或者菇粉 也可以 这样散开 把鱼露倒入鱼露 然后倒入鱼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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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也要大一点 如果用鱼露 如果用鱼露 鱼露 鱼露 如果用鱼露 就更加好 炒至鱼露 它会变得全 现在它是浸 鱼露 不停地散开 让它 松开 有些蛋 一粒一粒 黏在素茨上 好了 因为我这个鱼 就有介乎熱热鱼 和普通鱼之间 会黏鱼露 不要紧 我们炒 松开 这样就可以了 待会我们夹了面 和食材就可以了 看到它开始松开 就可以 干爽了 然后可以加入 芽菜 韭菜 韭菜 韭黄 和糖芹 放入鱼露 炒至爽便可以了 这个可以点一点粗 很容易吃 浙江醋也可以 沙律 和意大利黑醋也可以 很好吃 我刚才说 少许糖 和盐 和调味 都可以 我这个是半包的 所以分量比较少 二人份 这是半包的素茄 其实它初头是很黏的 黏着蛋 但你不用管它 总之炒松开 就可以了 就已经 分开 蛋也会很漂亮 在那里 黏着 你刚才炒 好像很湿 很盛 但后来它也是会干 总之你不停地拌它 就可以了 都是会干爽 桂花的意思 就是把蛋炒到 像桂花那么碎 黏着那些素茨 那素茨你有分干货和急冬的 在一些大型 卖素食食品的店铺就能找到的了 欢迎你加入我Facebook的组裙 记得免费订阅 赞好分享给你的朋友 下星期六 1点钟我们再见 拜拜